第2場比賽分別都是2分差 所以現在這個得分差是0分啦 來看一下 這個首選的部分 前面送還是拿到了集訓櫻木 而另外一邊 江天要繼續用他的仙道嗎 這邊應該是空間證給他拿起來啦 那第二個Pick其實就相對關鍵了 就是剛有提到 你在第一輪的Pick其實出現了一點小小的問題 那這邊能夠拿的話 理論上是拿內藤會更好一些喔 對 但是對方也知道 所以直接藤真內藤鎖起來 那在這個版本 其實內藤跟集訓櫻木 真的讓對手很頭痛 是是是 這邊Jimmy其實 喔 欸 他不知道會不會玩攻城 就以現在的一個選擇來說啦 我覺得藤真這個位置換成攻城會更好 那當然左半邊也可以說是一個 蠻標準的一個傳控空間證 嗯 跟第一場比賽的陣容一模一樣 那沒什麼問題 那 LSB這邊就被擠壓去拿福田了 因為就真的有沒工頭可以拿 對 對 這個 防守強度比較高的空間證拿不到 就是拿進攻強度更高的陣容 那一樣來看一下福田可以分到多少球權 會是這場比賽的關鍵呢 沒錯 就像第一場比賽其實福田 就像Crabby講的 這個球權不夠多 ST TEAM 跟婆婆會難過LSB 在 超級聯賽 第二個禮拜的第一場比賽 他們要進行 BO3的第三場交手 兩隊1比1平手 那這場贏的人呢 就可以拿下一場勝利 決勝第三把 來看一下跳球的部分 光頭應該是沒有任何問題可以拿下來 乾脆 兩三波乾脆就不跳了 拿到以後三分球的賈若真傳 這邊接球 戰斧 直接成功冠機 禁區全空的情況下 被投分了 對 禁區一開始大家全部跑去藤真那邊了 一個行雲流水的攻速轉換 蔣天佑 賈後仰的二段 然後接球轉身投籃直接被蓋出去 這個就是光頭他對於後仰投籃的一個防守能力 沒錯 而且 哇塞光頭路再來 這就是真的是你花行要打點光頭是太困難 真的很難打的進去 這個大跨步有干擾到 籃板球 誰能掌握住的福田 抓到籃板 人沒有選擇的直接進攻 給到將天曜重新打一波 晃身 來到中間位置 連續三球 如果要這樣一直頂一直頂的話 就要面對到光頭強力的防守 嗯 這邊光頭空檔 中距離空位的出手 彈了一下沒進 但籃板球被福田再拿下來 對 梁山博卡得漂亮 是 哇 那這樣子其實這把福田 籃板球蠻多的 整體的一個能量進章會算是不錯 是 這邊梁山博再來嗎 沒有再回個江天曜給福田 不停的在晃 江天曜切入以後 2點的分球被拆到了 這個拆拳 哇 拿到球以後直接沒有時間要來做挑籃 又是被阿勒給蓋下去 已經第四季火鍋了 這邊 杰米 三分線大空檔彈出來 是 籃板球 高板的位置 極限一幕還是表現得挺好 嗯 杰米這邊一個擋拆以後再出手嗎 沒有 沒有 有 給了阿勒 再轉 來到湖底的位置 大一步的出手 有 梁山博這邊補防也是很快速喔 不愧是一個類似速度型的中鋒 花形這邊還是做得很好的 是 不過鼻爛頭這邊 拿到球以後踩在線上 直接跳投出手 還好籃板還在他們手上 再回給梁山博 這一次的後仰終於有了 終於頂進了 對 雖然一開始挨了好幾季麻辣鍋 但好消息是現在2比2平手 哇 這邊 喔 江天耀的活潰也漂亮 重新打起這波的進攻 哇 這個分球掉了 比較可惜 可惜是沒有拿到球權喔 不過兵荒馬亂打爛仗的時候呢 比爛頭的阿福就是最能發揮的時候了 因為陣型也被拉開了 對 向最拉開了一點 你在陣型拉開的時候 其實最容易發生這阿福的一二段沒有分配好情況 腳踏增窗 帶一步的一個出手 極訓櫻木成功取分 比賽開局兩隊都展現高強度的防守實力 目前雙方是4比4平手 是 哇 這個地方直接大跨步以後要傳球還被操掉喔 哇 內藤的威力啊 內藤這角色真的給花型壓力很大 嗯 我超愛內藤 哇 這邊是一樣 直接用自己的戰步怪狼成功再取分 進區其實有一點開空城了 嗯 嗯 這邊再回給姜天耀 進區以後給到阿福 騙起對手 晃了一下 這邊敢把他沒有按到後仰 對 但 先到接到地板球以後 直接原地拔起來的結果是彈框沒進喔 嗯 這邊 光頭 沒有選擇出手再回給Jimmy 騙起來 哇 這個地方是在三分做假動作 還好地板球內藤都掌握住 馬上開啟自己的歐洲不灌籃 火鍋蓋多了 這個能量真的是累積挺快的 嗯 8比4 4分差 這邊姜天耀繼續在中路 果凍一段得分球 然後再給到兩三波假動作大跨步 回到補頂位置 好難打 哇這邊撞挺以後直接給超姐 Jimmy 自己的man腳還是玩得特別的流暢 這時候也真的不用急了慢慢來 哇 這邊頂著一個一段干擾出手 感覺是想做假動作但沒做好 對 哇 左邊底線的一個空位出手 光頭再取得兩分 10比4分數開始有點打開了 沒錯 這邊這場比賽光頭的重要性一覽無遺 這邊還是 哇 從後面把你扒下來 沒辦法 這個就是為什麼這個陣容剛拿福田不好用 但是拿光頭以後強度差這麼多的原因 就是防守還是非常到位的 空位的一個三分球出手 望倒了 嗯 這顆三分頭進以後也宣告這場比賽 GG了 此時3比4怎麼追 你告訴我 超級空氣的開起來 被蓋嘛 沒有 成功的把籃球給灌進去 這球給你帥沒關係 但是比賽剩下41秒差7分 藤真這時候開啟綠光 誰也別想抄他球 這邊應該就拖時間了吧 嗯 君my這邊還是想要把這個球給投進去 把分數給拉開 對 哦對啊 要拉開幾分嘛 對 要把得分差給打開 現在目前是19分差 他開始轉身灌籃 這球又灌進 這邊剛剛內藤其實 動作也有出來了 可惜沒給 最後29秒7分差 那對於 新的賽制來講呢 兩邊都得盡可能的 拼到最後一波球權 直接頂著一個干擾出手 是直接要讓自己的隊友 來做決勝補扣 如果能夠拉開到10分差以上的話 對於ST Team來說 接下來卡威戰 也算是蠻大的優勢 大招期 結果每一隊拿到球 就是走進去開打 走進去開打 兩三坡這邊大招 也沒有被封阻掉 空位媽 空位沒進打鐵 這個是藤真日常 是 再一次一個頂干擾的出手 但是這一邊 你可以看到江天耀 他其實有點穿過 藤真的身體 所以這個干擾其實蠻輕的 嗯 今天再回給梁山柏 比籃頭能不能夠抓最後一球呢 沒辦法啦 不可以把分數拉近了 10分差 拿下這場比賽 是 ST拿下了這一勝 其實對他們來說 應該也是至關重要的 嗯 因為基本上你的防守能夠做到位 包含是剛上一把 你看到他的大招封鎖 然後這一把 選出來以後 我們一得提到了 就是光頭給花形的一個壓力 成功的把花形壓制在之後 是 得分 然後 呃 像現在就是出十分的一個大本差哦 不過我這邊有一個問題 就是江天耀的仙道 其實這場比賽 我們看到他大部分時間 都是在禁區裡面進行 假上偵傳 那 如果在球隊陷入困境的情況下 仙道是不是應該多考慮一些 做一些進攻 比如說至少 最至少你可以把球投出去呢 呃 其實我自己目前 剛剛那場感覺 我覺得江天耀他的打法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反正是福田這邊拿到球 要有更多的出手 因為為什麼說要出手就是 我覺得他有點爬邊蓋 就是比較在乎命中率的一個出手方式 就是我這一球如果80%會進 我才要出手 但其實我認為福田的出手 比較像是 你前面要先試探對手 對於哪一個層面的防守 比較 不在行 是 然後再者是 你要去鋪陳你的進攻手段 就 你要讓對手覺得 他很喜歡接球 然後轉身走一步以後直接挑籃 嗯 然後 讓對手心裡有這個刻板印象的時候 就 可以開始做變換的一個進攻吧 包含是這個接球冠籃 包含是接球轉身投籃 都可以 你有很多樣的一個花式進攻 所以就是 你的鋪陳做得不夠 那你想要打成功率高的球 那你就會變成是一隻 很像內藤的角色 內藤這角色也是嘛 對 我就站在空位 然後我打到球 有空位我就出手 那就是一個 中投 他就是一個很單調的進攻 沒錯 但是因為他的技能組 沒有辦法支援他 更多的 更有多變性的進攻 嗯哼 好啦 我們現在透過畫面來看一下 第一場對戰的MVP 最後會是由誰獲得這個肯定呢 欸 沒有錯 就是 阿雷 貓咪 場均印得分4分 兩籃板3.6 主攻 一抄截1.6助攻 我講這個肯定的 這些肯定的 但是 再見